志工在灾区当中进行抚慰关怀甚至在清扫的时候呢 其实对自己来讲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考验 这个时候呢除了满腔的热情还有满腔的爱心之外 智慧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来看就以清扫来说 志工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清淤泥要用到一个单轮推车 但是这个推车常常因为呢 这个轮胎会搓到了铁钉啊或者是木板就破掉了 碰到这种问题就看到有这位在屏东市区开机车行的志工 钟世杰 他就承担起这样一个轮胎修补的工作 自备各种各样的工具 所有的受灾香气有任何的需要随时补位 把关系中的轮胎放进水里 落去了啊它破掉了 原来就是因为这些破洞让推车没办法使用 以为就只有这么一个吗 一大袋几十个破轮胎 补起来就要花上大半天 钟世杰却没有一点的不耐烦 始终挂着大大的笑容 轮子坏了推车就不能把淤泥擒出家园 这可会严重影响进度 看到了灾区的需求 在屏东市开机车行的钟世杰 利用自己的专长来付出 那几天不能来真的是感觉就自己的家人在这边受难 我们就真的很难过啦 真的有一股很冲动很冲的感觉想要冲过来这边 一股冲动让钟世杰放下的工作来到临边 就算会因为这样每天几千块的收入没了 还点自掏腰包准备修补需要的器具 耗损的贴片 这样的亏本生意 他却说是赚到了 我们赚钱是一回事 可是至少我们懂得付出 我们懂得付出就很感恩了 从灾难中感受自己的小小幸福 从付出中也发挥自己的点滴良能 钟世杰身上看见了 失比受更有福的喜悦 好 这样就好了 OK了 大海新闻 陈伟 张俊伟 屏东报道